23年11月1日我们继续关注年轻球员的表现 今天一共进行了三场常规赛 其中马次以115比114 逆转20分击败太阳的这场 最有话题度 史诗级清秀斑马弯不压马 上半场只有6投1中 3分球3投0中 罚球4罚4中 得到6分4篮板1封盖 外加4次失误 正负值为-14 球队则落后对手18分 个人表现半场平分打到C 已经很给状元秀面子了 但斑马次一又一次在末节爆发 单节得到9分2篮板 还命中了关键的中投 和打进足以影响比赛走势的飞升补扣 当主场结束哨声响起的时刻 斑马的技术统计定格在了 12投6中 3分球6投2中 罚球5罚4中 砍下18分 8篮板4封盖的数据 深深将平分重新拉回A加 大家好我是Terry 太阳队今天三巨头中两人休战 由KD独自带队 杜兰特全场19投12中 3分球3投1中 罚球2罚1中 砍下26分 2篮板7助攻2抢断的数据 Soulham各种投进中投 但下半场随着体力的下滑 杜兰特和太阳全队的投篮效率降低 分差逐渐被马刺缩小 直到比赛最后时刻 KD被Keylon Johnson抢断 并被打进绝杀进球 太阳吃下新赛季的第二场败仗 当然裁判的判罚尺度 在赛后引起了一些争议 而对于马刺队的年轻球员来说 通过这样的方式赢得比赛 则能加速他们的成长 尤其是斑马这位穿鞋身高 75吋226公分的独角兽 刚刚打了四场常规赛 就已经展现出了 他独特的球星气质 这不是因为他第二节结束前 持球杀入篮下的那季 恐怖隔扣 也不是因为他对于 太阳球员的各种诡异封盖 而是因为斑马出色的 自我调整能力 和在关键时刻可以站出来 接管比赛的球场爆发力 到目前为止 斑马本赛季的场均数据为 16.3分 7.5篮板 1.5抢断 2.3封盖 球队战绩为两胜两负 而另外一位独角兽星秀Chatt 也是打了四场比赛 场均有15分 6.3篮板 1抢断 2.8封盖 球队战绩是三胜一负 两人虽然在球队中 扮演的角色不同 但都在球场上 尽力发挥出了水平 期待看看新赛季 第一周的星秀排行榜 两人谁能占据第一 除了法竹之外 在骑士以91-109 输给尼克斯的比赛中 球队今年的二轮49属为星秀 前全美第一高中生 以曼尼·贝斯 贴补出差23分钟 全场8投3中 3分球5投2中 罚球2罚1中 得到9分6篮板 1注锅1封盖的数据 评分可以打到必加 这位在夏季联赛和季前赛 都表现出色的球员 前几场比赛并没有得到多少机会 毕竟常规赛的程度 远非夏联和季前赛可比 但贝斯今天用行动告诉教练组 他值得更多的出场时间 对于我们这些 看了贝斯3到4年的球迷来说 非常清楚他在过去几年 经历的起起伏伏 也了解他的能力 大家都希望贝斯可以在NBA站稳脚跟 以他的单打技术 远投能力 和关键时刻敢于出手的态度 如果顺利的话 发展成一名球队第二阵容的 主要得分手 应该没有问题 此一贝斯的评分可以打到必加 最后是魔术以102比118 输给快船的比赛 两位今年的乐透区新秀 AB Anthony Black 和新二代Jet Howard 均只获得了4分钟的出场时间 一共拿到了2分 一篮板一注攻的数据 没有评分的价值 在年轻球员云集的魔术队 有太多前几年的高顺位新秀 想要出头 他们更有经验 也更具备集战力 所以占据了大部分的出场时间 造成今年的两位新秀 难以得到锻炼和表现的机会 他们现在能做的 只有耐心等待 兄弟们 这里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